大家好,我们知道前几天,中印在藏南边界附近发生了冲突,解放军活捉了印度几百名俘虏,但是印度的媒体却宣称他们在这一次冲突当中大胜了,还像不像样的采访了印度相关的官员,结果第二天,解放军就公布了相关的照片,还有相关的视频。 我们可以看到,解放军在送印度俘虏的时候,把他们的眼睛都给蒙上了,帮他们治好了眼睛,这让印度的官方非常的没有脸,非常的打脸,所以恼羞成怒了。 这两天,印度的军方宣布,定制了一批非致命性武器,用于对付中国的士兵,这些非致命性的武器,包括金属棍,电棒,特制盾牌,还有电击手套。 按照这个India Today,也就是今日印度的报道,说这个金属棒非常的厉害,因为上面钉满了钉子,这个钉子磨得非常的尖锐,不但可以轻易的刺伤人,连汽车的轮胎也可以轻易的扎爆。 他们这个电击手套,据说,福特非常的高,一下就可以把人电晕,而且啊,敌人抢走之后,也不怕,因为他有特殊的启动程序,敌人不会启动他,不知道这个特殊的启动程序啊,是不是就是个按钮啊,对吧? 按一个按钮,也没那么复杂啊,这个特殊的盾牌啊,说是能够抵御一切攻击,像大天师婆手中的盾牌一样,不过这个师婆手中拿的不是三叉几吗? 估计印度人啊,已经气糊涂了,连他们的最高神用的是什么东西啊,也搞不清楚了啊,不过从Init Today公布的图片来看,他这些东西啊,非常的专业,尤其是那个棒子,对吧? 上面的钉子啊,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专业的,所以解放局啊,当然是一定要严加防范,我们目前看啊,我们解放局有蓝牙棒,对吧? 还有那个小型的青龙眼月刀啊,不过光靠这些啊,我觉得似乎还是不够的,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,印度的这些武器啊,做出相应的防范,避免,对吧?被他们给恶心到啊,同时呢,根据印度的经济时报21号的报道呢,说现在呀,藏南附近的达旺地区,是印度防御最严密的地区之一,印度陆军正在通过空运, 大口径火炮,新型突击步枪,执行进攻行动的直升部队,以及升级的无人机系统,加强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态势,那么印度东部司令,马诺杰,潘德忠孝称,正在引入高机动,全地形车,无人机,还有反无人机系统,精准制导导弹,夜视和现代监视雷达等新系统,那么该报道还称啊, 该地区印军部队新获得了M777超轻型榴弹炮,可以利用支弄杆直升机空运,部署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前沿的位置, 由于呢,高海拔条件,该炮精确设计的距离接近40公里,那么驻海拔呢,一半四千英尺,大概是四千二百六十七米,那么以上的步兵部队啊,都配备了新型的SINGLE SORER 716突击步枪, 还有战术无人机和战场监视雷达等设备,那么该报道还强调啊,一个关键的加强,就是该地区的印军最近啊,在前沿位置部署了由印度企业升级的L70高射炮, 该炮集成雷达和火控系统,可以自动跟踪和锁定空中目标,并称它对抗无人机特别有效,还可以瞄准直升机和低空运行飞机, 那么与此同时啊,印度呢,还部署了法国的仓路无人机,而且呢,还部署了传感器啊,据说这个传感器啊,是用5G操控的,反正印度是这么说的啊, 还有啊,这个自动的侦查设备啊,还有很多的无人机,就是用于呢,侦查解放军在藏南附近的行动, 那么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,那么解放军啊,也在为啊,接下来的寒冷的天气呢,做准备,因为马上就冬天了吧,那个地方海拔很高,对吧,天气很冷, 部署了呢,超过100枚PCL-181轻型车载榴弹炮,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,譬如PCL-191火箭发射车, 但是目前来看呢,解放军部署的东西啊,没有印度多,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一面呢,是不报道啊, 我们肯定是啊,部署的东西是更加的多的,肯定是比印度多的,但是啊,通过这些新闻,我们也能看出来啊, 首先印度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,又是无人机,又是雷达,又是传感器,又是增加步兵铝,又是侦查兵等等, 对吧,之前啊,解放军和印度之间,都是冷兵器对质,不管是用狼牙棒啊,或者是用石块啊,等等, 几乎啊,双方很少向前增兵的,呃,包括去年,加勒万河谷事件,印度啊,死了不少人, 当然我方呢,也有牺牲的烈士,对吧,双方还是保持了克制的,进行了几轮谈判,呃, 但是不久前啊,在藏南附近的这次冲突啊,我们只抓了印度的俘虏,印度没有死人, 但是可见啊,印度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,呃,第一个,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敏感, 在藏南地区,对吧,印度也知道啊,占领了我们的地方,心里啊,是有愧疚的, 有愧疚呢,他就时刻担心解放军啊,会拿走这个地方, 同样的,对我们来说,呃,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啊, 非常的想收复我们的土地, 那么第三个呀,藏南这个地方啊,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啊, 你假设这个枕啊,就是这个高原, 它在这一坡,它在这坡的半山的地方, 对吧,那么我们在那边, 因为西藏高原比较高,对吧,青藏高原比较高, 要经过广大的无人区,然后你还要到山坡的这头, 对吧,所以啊,补给线非常的长, 呃,如果在中国的经济啊,运输啊, 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前, 占领了也很难守得住,但是现在情况不同啊, 不管是这个拉萨铁路啊,临直铁路啊, 陆续的开通了,我们往那个地方啊, 不管是投射兵力,还是投射补给, 都更加的容易了,也就是说情况不一样了, 同样的,那么中印边境呢, 其实距离拉萨也非常远啊, 那么距离啊,成都更加的远, 毕竟啊,拉萨呢,呃,这个物资还是相对匮乏一些的啊, 那还是要到成都的,距离大后方也非常的远, 对吧,那么现在呢,我们占领藏南啊, 不管是兵力的投射,武器的投射, 后勤的保障呢,都能保障的时候啊, 再占领藏南,对吧,到山的这一边啊, 那就其实是比较好守的了,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, 藏南这个地方啊,因为他在山的这一边啊, 有这个高山,有高原,挡着这个气流, 所以这个地方啊,呃,雨比较多, 而且,对吧,气候非常的温润啊, 甚至很多的地方啊,是热带气候, 所以这里啊,风景宜人,气候宜人, 更重要的是雨水充沛, 粮食产量非常的高,非常的适合居住, 这样的话呀,就可以,对吧, 就是可以跨越这个整个高原,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有人区啊, 而且会有很多的人口的, 对吧,在这个地方呢,可以就地不积, 对吧,不管是粮食啊,生活啊,居住啊, 那只要我们的火力的覆盖, 对吧,冰原的投射啊, 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, 其实现在啊,就很好守得住, 毛主席时代啊,对吧, 我们打印度,大家也知道, 都快打到印度的首都了, 但那个时候,我们其实是很难守得住的啊, 对吧,即便占领了一大片地区, 那很快啊,印度一反扑, 根本就守不住的呀, 那么因为这个青藏高原时代太大了, 那时候交通什么都不行, 靠的呢,还是两个屯走过去的, 但是今天情况都不一样了啊, 如果形成一定的偷射呀, 说回藏南,反而啊, 就非常的有必要, 也非常的有意义了, 所以啊,我觉得印度啊, 对此也是非常的担心的, 按理说呀, 往年双方之间, 也会有一些小摩擦的, 可是啊,到了这个季节, 摩擦几乎就终止了, 因为啊,天气太冷了, 对吧,边境线太冷了, 虽然藏南那个地方很温暖, 但双方对峙啊, 一定是在比较高的, 对吧,这个边境线上, 边境线反而海拔是很高的, 都比较冷啊, 物资的供应啊, 运输啊,都是比较难的, 尤其是对于印度来说呀, 那要花很多钱的, 对吧,印度基础设施也不好啊, 往往啊,就选择就退回去了, 来年啊,五六月份, 雪花了再说, 但是今年印度也非常的反常啊, 当然一方面和, 有我们和这个, 对吧,周边的国家啊, 签署了一些协议有关系, 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啊, 尤其是印度的反应太激励了, 在这里增了很多的兵, 那么我们呢, 也在这里放了一些, 这个加流炮啊, 火箭炮啊, 对吧, 你看印度又放了很多的无人机, 当然其实在无人机方面啊, 印度啊, 和我们比啊, 和解放局比啊, 差距还是很大的啊, 所以目前啊, 不管是看印度的报道, 对吧, 还有外面那些报道, 包括国内那些报道, 当然国内报道的不多, 感觉今年这个地方啊, 中印之间啊, 不太寻常, 双方啊, 都在这里, 呃, 增兵, 尤其是印度大规模的增兵, 增加各种的武器, 对吧, 我们呢, 其实增加了, 也增加了一些的武器啊, 不管是加流票, 炮啊, 还是榴弹炮啊, 其他的呢, 我们也不太清楚, 因为我们这边不太报道啊, 对吧, 但是总感觉非常的异常啊, 所以这个阿三呢, 是不是要被揍了呀, 我们是不是要收回造栏的了, 非常的值得期待啊, 非常的值得期待, 尤其是你看双方现在啊, 开始往这里, 呃, 部署一些飞机啊, 对吧, 火炮啊, 加流炮啊, 等等, 那再展示冷兵器啊, 似乎意义就不是很大了,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呢, 就是双方的谈判啊, 其实也都谈崩了, 也没谈成,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也不一样啊, 去年呢, 对印度还是有所忍让的, 为什么呢, 对吧, 当时啊, 你看这个美国也好, 英国也好, 这些航母在南海转来转去, 台湾那边呢, 也在那里非常的嚣张, 对吧, 那么印度这里啊, 在开启战端会多面作战的, 那现在呢, 台湾这边啊, 其实你看蔡英文啊, 讲几句狠话, 基本上呢, 双方已经消停了, 而之前, 美国的核潜艇被撞了, 就已经证明啊, 这个欧美啊, 在中国的周边, 根本就没有什么优势的, 对吧,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腾出手来, 来收拾印度, 也可以腾出手来, 来解放, 或者收回我们的藏南了, 当然现在藏南啊, 一百多万人, 都是印度人, 对吧, 收回之后啊, 还是要把这些印度人, 都给他们撵回去, 然后, 让我们的人啊, 过去, 那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,